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西方是星期日4月12号,再过一阵子就要进入星期一4月13号,那东方已经是4月13号了,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要回家了,要记得大家要永远的感恩,永远的走真一路,永远的牵住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 那我们继续努力,我们就要回家了,好,那今天灵命之良,我就读,读今天弟弟华强星来的,那就是东方的4月13号的,那我们就从这边是约翰义书,约翰义书第二章第四五节,那我就读到十七节,讲说, 我不要爱世界跟世上的事,因为人热爱这个世界呢,就不会再有爱父的心了。 第四六节,凡是属于世界的,如肉体的诗意,眼目的诗意,跟今生的骄傲,都不是重复哪里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 第四七节,这个世界跟其中一切的诗意,都要成为过去,但是遵守上帝旨意的人,永远残存。 所以我相信大家很容易机会了解,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爱两个主人,你不能够说你爱世界,也爱天父,没有。 你一定要拣选哪一个是你的爱,你是爱我们的主耶稣,爱阿爸父啊,还是爱这个世界。 如果爱这个世界呢,我们信在这个世界,那我们就不能够到另外一端,不能够到父那里去。 如果我们是爱父的话,我们要撇下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是属灵的,应该跟着属灵的走,跟着圣灵的引导主耶稣,牵着主耶稣的手。 那我们如果跟着肉体的呢,我们就失败了,就在罪的捆绑之下,不能够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这个世界。 好,我就读《灵命之量》里面写的,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关键。 阿丹就在这里失败,做脆弱了,脆弱的。 撒旦也从此来试探耶稣。 当时主耶稣得圣了,开辟了一条己光明的道路。 因存世界都卧在那二者的手下,就是撒旦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 撒旦成了世界的神。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节。 YouTube特别是像肉体的情谊,演节目的情谊,跟精神的骄傲,都是重复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不鼓励人家玩gaming,而且不看太多的drama。 你看那些爱情片看的太多,结婚了又看这么多爱情片呢? 很容易就有份外情。 那如果玩game管的太多,就被魔鬼撒旦抓去了。 那你说Lily你怎么知道? 那当然我之前是祷告去鬼的那一种。 所以我知道,而且我祷告的时候常常都会看到属灵的东西。 所以大家要记得,不要跟魔鬼撒旦有来晚。 所以我们不能够爱那一些,一爱这些就要离弃主了。 像迪玛一样,在 Timothy后书第四章十节。 那讲到爱神跟爱世界是不能够一起的。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是不会爱世界的。 一个爱世界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爱爱神了。 我会接下去。 Amen! 人的心是容不下两个对立的东西,不能够调和的东西。 在人的思想、情感、意志里,这两方面是互相排斥的。 互相不相容的,这就是许多信徒难做的选择。 并不是他不想要爱神,却舍不得这个世界想两个都可以一起得到。 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这边讲说,醒悟吧,爱世界就不能够爱神。 爱世界上的事就必定是去追求属灵的心。 一爱世界的话,像神的心就变大了。 当爱神是神最大的诫命跟允许。 马太福音22章37节,哥林多前书2章9节,雅各书2章5节。 不爱神呢,所有的前途就完了,就没有了。 而所爱的世界跟其善的情欲,都在转眼之中也过去了,也废掉了。 所以,唯一的只有遵守主的旨意,遵从主耶稣走到永恒。 这是神,喜悦神的话。 凡是要知道,主耶稣一直讲说,凡是爱主耶稣的,一定会遵守主耶稣的道。 一定会跟从着主耶稣,作为他的门徒,作为他的使徒。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我们这些遵守上帝旨意的人,永远残存。 这是耶稣一书第2章17节里面讲的,而且也是从第15节到17节都是讲一样的。 所以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好,刚才下午,因为我今天画的图画容不下,刚才晚间dinner的时候看到的意象。 所以在吃晚餐的时候,喂我的孙子的时候,那些意象就肯定我们所知道的。 那我之前,那要到明天才能够画出来,而且把整个最后的两圈把它画起来,给大家解释给大家。 那现在我就是从昨天,今天就是12号,4月12号5点凌晨。 还有一个就是昨天11号的6点盘望,盘望开始。 我在今天的 journal里面是昨天的6点开始到今天12号。 好,大家可以看12那边吗? 12就在右边那边。 那上面我有写这个coronavirus。 coronavirus,现在已经上百万这个影响得到这个病毒了。 一,怎样讲? 1 million,差不多1.8百万。 180万吧,180万。 那10万帧数呢,已经达到了10万多了。 10万多,那差不多1分钟里面就死了差不多200多个人。 就是1分钟里面,差不多死了80个人。 这是昨天我看的。 好,那大家要记得为世界祷告好不好? 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因为世界真的太邪恶了。 所以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人就会悔改。 悔改了,才会有救恩。 对不对? 有审判来,就是为了悔改。 悔改就是才有救恩。 所以,还有一个,还有其他链,要先给大家。 就是说,有上种的这个coronavirus, A变成B,有的变成B,有的变成B。 所以越来越厉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先给大家。 这个Audrey先来的,就是很好的讲到说, 之前在3000年前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不是神派了摩西把他们带出来。 当时他们还没有出来之前, 主教他们全部都要躲在屋子里面, 不可以出来。 然后在他们的屋子的门那边, 要用杀了羊,把他的羊血涂在那个门, 门的门环那边。 那,上个星期记得吗? 我看到门,就是意象力当中, 看到我的前面那个门,后沿, 去后沿的那个门, 就是我们下面唯一的出门。 我记得门,那门那边, 玻璃那边,有好像主耶稣的宝血涂在那边, 而且写一些字这样,在哪一边。 那,就是我们也是走一样的道路。 所以今天呢,还有一个这个弟兄呢, 就是以色列介绍了主耶稣为救人救主的, 这位犹太族弟兄, 他就分享关于在, 怎样,出埃及记吧? 出埃及记那边有讲到, 母儿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 三千年前, 主就叫这些以色列人, 把血涂在门口。 那,往上的时候,当这个, 怎样讲, angel of death, 就是死的天, 死完的天使经过的时候, 看到那些血的话, 不会把里面的孩子, 长者消灭。 没有,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 出埃及记当中, 那个, 以色列人, 他们在埃及做的奴才, 好像是, 如果没错是四百年, 还是两百年, 应该是四百年吧? 所以, 他们做的太辛苦了, 被埃及王这些虐待, 所以, 神就把他们带了出来, 当然他们在当中都一直在祷告, 所以神来救他们, 那, 所以, 就出了, 要很难很难, 才能够离开那个王, 在管制之下, 所以, 到最后, 那个王就让他们走, 因为他王的长子呢, 以及他们的, 埃及的长子这些都死掉了, 所以他们说, 好, 那就让你们走了, 所以, 那以色列人才能够出来, 离开埃及, 那我们这一次也遇到一样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死了, 很多人死, 就是关在屋子里面, 不能够出, 我们关在屋子, 就是在屋子里面不能够随便出去跑, 因为封城嘛, 病毒哪里都有, 所以, 不知道哪里有, 所以, 这一次过了三千年了, 差不多一样的事情发生, 大家都知道, 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知道我们要出埃及了, 我们要离开埃及, 要离开这个世界, 要回家了, 所以呢, 其实这个弟兄没有讲到这边, 讲到我们要回家, 他没有讲, 但是我们根据跟从主耶稣, 两年多了, 仅仅每一天跟随着主耶稣, 两年半了, 最多, 最少两年半了, 那我们当中也有等到很多年, 那我们知道, 我们真的现在要回家了, 好, 感谢赞美主, 大家继续努力, 那大家, 其他那个图片, 有没有看到, 我写那个几点几点, 都看到那些, 主在画那个图画, 尤其是有看到锁石, 有画锁石, 有看到锁石, 也有看到好像很大的罐子, 人家提上去, 所以呢, 神都给我们看到他, 很奇妙的画画, 就是这么小, 但是你要把它放大, 你才会看到一清二楚, 当然我这边照的时候, 照起来很清楚, 一清二楚, 但是我在转给大家的时候, 那就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不要紧, 大家有一个概念, 看看神话的图画, 那我们继续努力, 好, 这边呢, 看到的一项就从十二开始, 十二呢, 昨天, 四月十一号的六点这样, 我就看到四个方格, 四个方格这样, 四个方格是不是讲到四月呢, 或者还是讲说, 后面只剩下四天了, OK, 之前我们有看到黑色很清楚的, 马克写的四四, 对不对, 就是我相信是四月, 后面的四天又四天, 或者是四月四号, 四月四天,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四月的最后四天,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是一百八千对的话, 说十四号, 十五号回家, 十四号我们到晚间了, 那东方是早上了, 那如果是这样算法的话, 就是最后的四天了,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了, 所以后面的四天, 好, 接下来看到一个个子很大的一个人, 一个人这样, 然后因为他个子太大了, 而且非常高大, 然后他的手抱着一个baby这样, baby好像瘦瘦的baby, 手带着, 那个baby是用蓝色的蓝色包起来, 其实我认为是baby, 他抱着好像是baby这样, 那是不是baby, 有可能不是, 有可能是带着礼物, 蓝色的要跟大家讲, 我们就要回家, 因为看他的样子, 好像是一位大天使这样还是怎样, 但是不要紧, 算是baby的话, 就是baby已经包好蓝色的, 就是跟我们讲, 我们已经在蓝色了, 我们也可以代表, 那个baby也可以是说我们, 我们也是baby, 主的baby, ok, 已经进入了蓝色, 好, 接下来七点三十九分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大圆圈, 然后里面又有小圆圈, 在五点的单位, 然后他就走了两圈, 走了两圈, 其实那时候没有注意到, 后来今天, 谈完的时候看到的异象, 这个是昨天, 一天之后看到异象, 神, 其实我刚才几点, 几点差不多是五点五十四分的时候, 我在位于我的孙子的时候, 我看到主耶稣, 他的脸真的很近很近很近我了, 但是他没有整个脸给我看到, 他只给我看到他的眉毛下面一点, 然后到他的眼睛, 然后到鼻子, 鼻子没有整个鼻子给我看到, 就是到三分之二这样给我看到, 然后他的眼睛, 然后看到他的皮肤, 他的皮肤, 这一次给我看到他的皮肤是棕色的, Brown color, Brown color这个棕色, 也不是说棕色到很深很深的棕色, 也不是, 大家如果看以色列人, 真正以前的以色列人没有昆雪的那些, 他们以前的皮肤都是棕色的, 比较昂的那一种, 也不是黑人的颜色, 不是, 就好像, 怎样讲, 西方人在太阳下晒了很, 一直晒太阳的那一种, 变成棕色这样, 然后呢, 他的眼睛给我看到这一次, 看到的是黑色的眼珠, 眼睛是黑色的, 黑色的, 那皮肤是棕色的, 那我一看到我就知道主耶稣, 不用问了, 我就知道, 立刻就知道主耶稣, 那之前呢, 有给我看到主耶稣的眼睛, 也有蓝色, 像Brother Sadu这样讲, 所以主耶稣的眼睛要怎样的颜色, 他就, 后来, 有啊, 我再问主, 为什么眼睛有不同的颜色, 给我们看到, 然后神怎样讲, 就是给我聪明智慧说, 主耶稣有七个灵啊, 有七个灵啊, 所以他要哪一个颜色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有七个灵啊, 所以感谢赞美主, 当时这一次呢, 他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的身份出现, 以色列人的眼睛是黑色的, 然后他的啊, 头发也是黑色的, 如果没错, 我看到也是头发黑色, 然后呢, 他的皮肤是棕色的, 就是一百八星正宗的犹太族了, 好, 那感谢赞美主, 所以之后呢, 就给我看到正确, 给我看到的意象就是, 啊, 怎样讲, 很正确的答案啊, 所以我知道现在, 是说什么是十八八, 什么是这样, 那个明天我再跟大家解释啊, 十八八是这样, 在八号那一边呢, 就是从二十二号算起, 是十八天, 是从我的梦中, 大家记得在梦中, 啊, 看到了, 我跟我女儿, 在一个地方墙壁上, 有很多庄, 很大块的庄, 然后写着二十二, 然后又, 变变变, 然后到后面是二十, 对不对, 就是从, 就是从上月二十二号算起啊, 到啊, 十五号, 四月的十五号, 就是二十五天, 所以为什么会看到, 青色的二十五好几次呢? ok, 那我明天再跟大家解释, 好, 接下来就看到门, 门, 门是几话, 气话, 气话, 这气话都是在狼色当中, 那之后呢, 嗯, 就是我们已经在狼色, 而且在, 嗯, 后面, 三九, 三九, 三加九就是十二, 十二点的单位, 因为刚才看到的一张, 从不配合, 十二点的单位就是十四号, ok, 那十一点的单位, 今天是昨天, 有看到十一点到一点对, 那时候还不, 不很清楚啊, 那我现在知道, 十一点的单位就是十三号, 十三号就是完了, 等候完了, 然后十二, 十二点呢就是十四号, 四月十四号, 那一点呢就是十三点啊, 那一点就是啊, 四五号, 四月十五号, 所以是红色的真子座啊, 好, 接下来, 看到背景是红色的啊, 呃, 其实是比较深的红色, 因为我没有这个红色的彩色比, 所以我用铅笔, 铅笔彩色铅笔画啊, 那里面呢, 在有好像有四行的字, 或者是数字这样啊, 有可能是数字, 有二十二, 不是二十二, 二十五天啊, 如果前后是二十六了啊, 二十六, 前后是二十六, 所以呢, 大概是这个数字, 啊, 那啊, 接下来是看到这个, 门的一一一, 一边一边的, 一二三四四画, OK, 四画, 大概是跟我们讲, 这个四画已经过了, 后来又变成门, 后来三个三画加进去, 就变成门了, 门就是回家的门, 所以, 呃, 刚才在画画里面, 也没有找到, 找到锁石, 因为一直看到门嘛, 哎呦, 看到锁石在哪里, 就是差不多那个单位啦, 对啊, 差不多是那个单位吧, 啊, 我要, 对对对, 十二点三十八分, 十二点三十六分, 就是门那边, 对对对, 就是, 十二点三十六分, 看到这个字门, 蓝色的门, 然后七那边, 其实那边是看到一个, 一个桶挂就那边, 那锁石是在哪里看到, 锁石, 你要放大看一下, 锁石好像在十字架那边, 那边三加九十二那边, 有看到锁石, 所以讲到这边门的时候, 就看到锁石好不好, 三加九十十二, 就四月十十四号, 就是回家的时间, 就有那个锁石在等, 十字架那边有锁石, 当然大家都知道, 十字架就是代表主耶稣, 锁石在主耶稣的手里啊, 感谢赞美主, 好, 接下来呢, 就看到, 十八那边是, 看到圣灵走出来, 圣灵走出来的时候, 他的手写着这个门也, 门也还给我看他的手, 因为他的手我画的太小, 所以我就把那个门也画在外面, 他写在外面, 门也就是门, 那也有几话呢, 一二三三话, 我相信就是说, 剩下三天就进门了, 进去被提的门了, 好, 接下来, 有看到, 筆呢, 再加一个筷子, 一根筷子, 一根筷子, 那后来, 又看到黑色的笔向上这样, 那当然这些都是讲到时间吧, OK, 笔呢, 代表几天呢, 后面一根筷子而已, 是什么意思呢, OK, 这个笔是向下, 已经向下了, 我想笔也是可以代表说, 我们功课还有多少要走啊, 然后一直剩下一根筷子, 后面的上了, 最后一个了, 我相信是最后一个了, 就是一根筷子, 然后是黑色的笔了, 好, 好, 那在12点43分, 半夜过后, 12点43分的时候, 有听到声音说, 各了15天, 什么各了15, 各了15年, 什么各了15年, 今年是2020年, 15年是2005年, 2005年, 2005年, 2005年可以说是2006, 我记得2005年或者是2006年这样, 就是一个语言, 第一次跟我讲说, 那时候我认为说我要回家了, 有一个姐妹, 她是, 她是, 可以讲说她是很有语言的, 那她跟她录工是, 一群的祷告者, 主席这样祷告者的, 在澳大利亚, 然后她有一天去我女儿的查经班里面, 然后我也参加我女儿的查经班, 看到他们来就很开心, OK, 她说有谁要上来, 为我们祷告, 我第一个上去,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上帝说, OK, 你认为你也可以回家了, 没有啊, 你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呢, 我整个人这是真实的, 我那时候认为我传福音啊, 她做了一家又走一家, 做了多少年啊, 二十几岁就开始, 做到那时候四十五岁吧, 四十五岁做了, 怎样讲, 长福音这些也二十多年了, 我认为我要回家了, 我真的很想回家, 那时候还没有到过新天新地啊, 我只知道说, 我们在世间短短的几十年, 离开这个世界去回到主耶稣那里, 是远远享福的, OK, 所以呢, 那时候就很想要回家啊, 就啊, 所以那个姐妹就说, 时间还没有到, 主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 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呢, 还没有刚刚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呢, 后来才慢慢的, 怎样讲, 神慢慢的提示给我, 他给我的真正的工作是什么, OK, 上面的工作都是神给我的工作, 但是那些工作跟现在比起来又不一样了, 现在的是怎样讲, 就是比较特别了, 也不要讲太多, 大家知道就好了, 那讲到这边, 2006年就看, 就好像阿巴拉罕这样, 就是天堂这个没有天花板了, 就看到宇宙那边, 听到主耶稣跟我讲话, 真的那个天花板没有去, 就主耶稣跟我讲话, 看到天空那个上去宇宙那边, 就好像我的灵整个灵到宇宙那边, 到宇宙到这个地, 离开这个地球上去那边这样, 还有其他, 有做那个梦, 三道梦这些是2006年, 所以可以讲说, 隔了四五年, 2005年大概就是那个预言, 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开始, 就要开始了, 所以已经走了四五年, 好, 接下来大家看, 主耶稣看到主耶稣跟大家讲, 然后五五十五, 就是恩典, 恩典又恩典四月, 好, 那大家看第一那边是, 早上凌晨的时候, 就是WhatsApp了之后, 我还是没有睡觉了那时候, 到现在我还没有躺下来睡觉, 已经昨晚WhatsApp之后, 是差不多四五点了, 四五点到现在, 四五点到现在都没有睡觉, 没有躺下来, 好,第一那边是看到, 五月会, 五那没有那么清楚, 月就很清楚, 然后写着会, 那我就紧张, 怎么是五月呢? 有,有看到也很怕就是五月, 然后呢, 神给我知道说不是五月, 好, 那会,会是几话, 会是十三话, 月是四话, 五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给我知道, 五就是二加三就是五嘛, 对不对? 之前有看到提示说, 二三字是什么? 二三字什么? 二三, 二三字, OK, 那就是二加三就是五了, 五就是恩典, 那月呢是四话, 就是四月, 那神已经准备好了, 一几千年来华人, 一月是四话, 神就是在四月里面, OK, 来借大家回, 好, 会是十三话, 十三就是停止, OK, 然后又再一次看到会, 就是说五, 星期二, 星期三, OK, 二三就是星期二, 星期三, 四月的二, 星期二, 星期三, 然后会, 然后又看到会, 会就是十三话, 就是停止, 会停止了, 会停止, 然后之后呢, 啊, 我就看到一只笔, 而且听到声音, 好几次听到声音啊, 啊, 这一只笔掉在地上, 这样, 真的看到一只笔, 青色的笔, 彩色笔掉在地上了, 什么是青色, 青色就是走啦, 走啦, 为什么会掉在地上呢, 意思讲王啦, 王啦, 停止了, OK, 好, 接下来呢, 啊, 啊, 还有会是人, 然后又一又口又小又知, 就是人啊, 啊, 天卑的, 天卑的人, 啊, 那一天就要回家, 好, 第二那边, 啊, 那我一直问神什么意思, 我认为说五十五月嘛, 然后神就给我看到很多叫上videos这样, 看很多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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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像啊, 好像整个头脑就要爆这样啊, 然后就看到四个房格里面的人会有动作的啊, 四个房格里面的人会有动作, 那是活的啊, 所以是现场的, 所以我相信是讲到最后的四天了啊, 然后又看到一二三, 我记得一二三之前有看到一二三二三四啊, 一二三又二三四啊, 呃, 现在两, 呃, 两边, 一边是一二三, 另外一边是二三四, 那我们这边如果是一号二号三号的话, 东方就是二号三号四号, 对不对, 所以啊, 是两个日子啊, 两个日子, 所以呢, 就是没错啊, 像刚才我在想说, 呃, 怎么神的手拍了, 拍了上下, 他整个手就是五个手指拍了, 啊, 啊, 那五乘三十五, 是不是还要十五天, 那不对了, 对不对, 啊, 因为这边都很清楚讲到十四十五了, 好, 啊, 接下来是, 商七, 商七是什么呢? 商七, 商就是亡了, 七就是神圣的亡了, 可以商, 也可以商天就到神圣的亡了, 商天就到神圣的亡了, 然后二三, 也看到二三, 二三就是星期二, 星期三, 又看到五, 就是恩典, 也是二加三, 就是五啊, 那之后呢, 就看到十五, 十五就是安西, 安西啊, 所以体图看到四个方格里面有人在动作, 都有动作了, 就是四天, 最后四天, 然后, 啊, 有两个日子, 一个是一二三, 另外一个是二三四, 就是有两天, 一个是, 一直一路来都知道是十四十五号, 然后, 剩下三天就亡了, ok, 二加三就是五, 然后就进入安西, ok, 五就是恩典, 好, 那接下来呢, 是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 呃, 已经早上六点, 那我坐在这边, 然后, 呃, 因为要画图画, 而且,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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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等候神, 一边在, 就是闭起眼睛这样, 就看到我自己本身, 他, 我没有, 就我自己本身坐在这边, 那我就感觉得到, 会感觉到, 而且看到我的大孙子, 就在我的右边这边, 在我的耳朵这边, 脸这边, 他是比较高这样, 在我旁边, 那我会感觉到人在那边, 然后, 啊, 我相信那个是圣灵, 或者是主耶稣, 哈, 在那边, 啊, 当时用我的, 呃, 小, 用我的大孙子的脸, 为我的大孙子的名字叫做, Dosha, 就是耶稣亚, 那耶稣亚, 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当时摩西呢, 也在, 啊, 不能够进入, 啊, 进入这个迦南地, 哈, 因为得罪了神一件事, 那, 啊, 神很严格的, 有时候他, 就是要你一百八十顺福,哈, 啊, 但是摩西, 呃, 摩西就是有一点做错了啊, 啊, 那就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了啊, 啊, 但是神把他, 圣经讲说神把他埋葬, 其实, 都没有尸体这些, 很有可能神把他带回去了啊, 啊, 啊, 那, 还有一个, 呃, 带回去有可能, 就是说在半空中, 他的身体就改变了, 对不对, OK, 啊, 所以, 世人就不找不到, 远远找不到他的身体了, 还有一个, 就是讲到我的孙子, 那, 我的孙子我们叫耶稣亚, 然后摩西之后就派了这个耶稣亚, 耶稣亚他跟另外一个同伴, 就是凯利, 他们两个非常有信心啊, 非常遵守神的旨意, 非常有信心, 所以他们, 而且好像, 啊, 耶稣亚也是一个先知, 也是带领他们进入江南地, 给这个领袖, 所以, 啊, 我的孙子的名字是, Dosha Emmanuel, 这是上帝给他的名字, 其实我的女儿觉得这个名字太长, 而且名字太大, 都是讲到耶稣, 耶稣, 名字好像很伟大这样, 他说, 把他的, 希望他的名字变小一点, 但是不能够, 他早早早早, 到最后, 他只能够顺服啊, 因为上帝定的名字, 都有他的意思, 所以, 他就, 名叫, Dosha Emmanuel, 所以他, 我相信神的意思就是说, 真的, 我们要进入江南地了, 耶稣亚啊, 所以耶稣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OK, 我的主耶稣要带我们进入江南地了,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我是看到一个时钟, 那只是一部分而已, 四分之一, 然后指着一点, 一点的单位是红色的针, 然后指着两点, 两点过一点点是在, 是黑色的针啊, 是分针, OK, 那个是, 红色的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针啊, 那, 那时候看到异象的时候, 是一, 十一, 诶, 是多少, 十一点, 十一点零三分, 大家, 你可以放大, 会看到, 这些人在洗了, 有人在洗了, 他们洗了, 有一个在好像在炸美酒, 这样手放出来炸美酒, 可以放大, 十一零三, 十一零三, 那十一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刚才看, 不是看到五吗, 说我很怕要到五月, 那到底是几月啊, 神一直在去问神, 神就给我看到, 一是什么呢, 一就是正月啊, 正月什么正月, 是以色列人的正月, 就是教会年, OK, 就是从摩西下来的, 是正月, 正月就是新的一年啊, 新的开始啊, 新的开始, 就是一月节, 一月节, 就是算是第二, 这个月就是他们的正月, 其实如果现代人也是, 啊, 叫做什么, 国民年, 就是西月, 西月, 西月是七月, 是七月, 当时是摩西下来的时候, 是正月啊, 所以, 也是日上, 日上呢, 有时候他们放Avin, Avin呢, 其实Avin是春天, 春天上, 已经, 我们已经进入春天了啊, 所以呢, 神是跟我们讲说, 是正月进去, 而且是在春天, OK, 当然正月是春天, 好, 那就没错了, 那二是什么呢? 我相信, 二就是讲到加了, 那如果重复加起来, 二没有, OK, 而且我有看到, 呃, 呃, 一个一个小格, 一个小格就是, 啊, 好像, 一到一那边有五个方格, 啊, 就是讲, 几分呢? 那两点的单位那边也是十分, 对不对? 啊, 一点十分, 那还有再过一点点, 就是一点十一分, 一点十一分, 那十一就是被提, 那一呢, 就是以色列人的正月, OK, 也是七月, 啊, 那就没错了,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事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没错了, OK, 好, 接下来是看到一只手, 抓住另外一个手, 那个手我相信是圣灵的手, 主耶稣的手, 抓住主耶稣的手, 好, 那是十一点五十六, 大家都知道五加六等于十一, 对不对? 所以也是那个时间也是十一点五十六分, OK, 就是被提的时间, 没有, 是五加六等于十一, 十一是被提, 然后TH是什么呢? 那是回家,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我明天跟大家讲, OK, 那五跟六就是欧骂五, 第五天, 欧骂五, 然后六就是欧骂六, 也是一月结过后的第六天, 第七天, 好, 接下来我是看到一个女孩子, 差不多六岁到七岁这样女孩子, 她很快的跑过来, 很快很快的跑过来跟我讲什么呢? 她就手伸出来给我看, 她给我看那个什么, 大家有没有, 有时候人家他的手啊, 手那边有放那个, 叫rubber bang这样, 是一个bang, 然后有画画这些, 他就好像, 好像一个rubber bang这样, 通常给我知道是放在手上的, 为什么放在手上? 圣经里面, 经约里面, 圣地叫摩西跟他的以色列人家, 每一天的经纪要写了, 放在手上, 放在那个wrist, wrist就是手跟上面, 手臂那边, 下面的lower arm那边, 叫做什么, 那边要记下来, 所以看到这个是粉红色, 粉红色的rubber bang这样, rubber bang就是wrist bang这样, 是粉红色的, 然后好像, 如果里面叉叉叉叉, 好像看到三个, 如果看到三个的话, 就没错, 就13号14号15号了, 好, 接下来是看到中间是黑色, 或者是深蓝色的, 然后发出光, 这个光发出去, 好像是八道光这样发出去, 八个发, 就是也可以代表主耶稣, 也是发出去, 也是假, 就是要回家了, 好, 接下来又看到十钟, 十钟那就是看到主耶稣之前, 就看到这个十钟, 只做什么, 只到十点跟十二点, 那这个十钟给我想起之前, 有看到一两次吧, 这个印象十点的单位就是十二号, 就是十二, 那十二点的单位就是零, 那十点的单位就是十二, 然后我回去的话, 那个后面两个圆圈, 就从上月二十二号算起, 刚刚好, 十点的单位也是十二号, 所以我们这边今天十二号, 就是十点的单位十二号, 就是没错了, 所以今天是十二号, 然后再走上去, 走了两天就到十二号, 十二号就是十四号, 然后就是十四号, 好, 那后来又看到这个十钟, 那我明天彩花, 就是指做十二点跟一点, 十二点跟一点, 十二点就是四月十四号, 那十二点呢就是四月十五号, 这没错了, 好, 接下来呢是在十一, 那边是六点零三分的时候, 那刚才是五五, 就N点又N点啊, 那就看到这个十钟, 其实我画的太, 整个圆圈, 其实没有整个圆圈, 我看到只是, 因为越来越近很近了, 所以他就没有整个十钟看到, 就是一部分一部分, 那就看到这个部分, 里面是青色的光, 青色的光, 然后外面是金色的, 好像是金色的, 我没有用金色画小, 没有, 那不要紧, 那我就看到什么呢, 看到这个字写的非常漂亮, 好像刻下来的, 是红色的, 是会发亮, 带有银色的, 红色带有银色的, 是就是事业, OK, 然后下面呢, 没有那么清楚, 当时有看到, 就是五, 这个五呢是用比, 没有那么那么深的五了, 哦, 这个五就代表, 呃, 星期二, 星期三, 那上面四呢, 就是事业, 记得吗, 2018年, 11月29号, 在Clinic里面, 我也看到异象, 就是这个, 呃, 时钟指做4.4跟12, 啊, 4跟12, 所以我也演戏的, 因为那个异象太深刻了, 太清楚了, 当然现在知道, 12就是事业, 14号, 那四呢, 就是事业了, 好, 接下来, 又另外一个时钟, 啊, 16点16分, 看到, 哎, 对啊, 十二跟一啊, 对啊, 我认为说要明天化, 以为已经化下来了, 十二跟一啊, 就十二就是14, 1点啊, 再过来就是, 4月15号,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相信, 这一次真的回家了, 感谢咱们一祝, 阿们, 要记得祷告, 哦, 大家还有一件事情, 忘记跟大家讲哦, 我会先给, 上面recording的, 四个部位啊, 那, 懂得英语的, 我才给, 送给你啊, 要不然花掉你的 data, 就是之前, 大家记得吗, 好多个月之前啊, 最少半年前, 看到一个, 呃, 几个异想, 好像两次, 三次看到, 啊, Pastor Paul Bankley, 看到他呢, 就手指着天, 就要在天空上, 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因为他有interview, 这个Mike Farrand the Wall, 这个Mike Farrand the Wall, 是美国的空军里面, 是做领袖的啊, 而且他跟那个NASA呢, 是有连接关系的, 现在给我蓝色的光, 圈过的, 主耶稣的光, 哦, 那, 所以, 几次都看到Pastor Paul, 就是, 看到衣裳, 他坐在那边, 他通常坐在桌子那边, 椅子那边, 然后手指着天啊, 有一次看到他很紧张, 啊, 走来那边走过来这样, 所以呢,啊, 今天是这样, 我没有想去Pastor Paul Bengley看, 但是, 圣灵的带领之下, 我就知道说我要进去看, 我就查一下, 真的, 就是昨晚啊, 昨还是前晚, 就是Pastor Paul Bengley, 有interview这个Mike Farrand the Wall, 然后讲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上一次跟大家讲了, 4月29号, 因为他们是科学家, 而且在美国里面, 都是走那些高级高光这些, 因为他是天成的基督徒, 所以他会跟Pastor Paul分享, 让Pastor Paul的听众们听到, 那, 是讲到4月29号, 会有这个岩石, 一个Astroid, 很大力的, 很近这边, 然后他后面带有很多debris, 就是这些, 一粒一粒小小的石头啊, 这些, 也不是石头, 好像是铁啊, 这些东西, 从外星过来的, 那这个打下去, 他们跑了下来的速度太快, 所以, 这些一粒一粒下来, 都是带着火, 会发火变成火的, 所以他打到一斤物质, 这个一斤物质就会被烧了, 所以4月29号, 就这个月的29号, 就开始过来了, 然后5月就很糟糕, 好像5月12号这样, 他们都知道, 科学家他们有, NASA这些, 他们都知道, 当时没有报道了, 然后到年底, 都是很多这些东西, 外界的一直下来, 一直下来, 大家都知道, 很多外界的, 这些东西下来, 有时候带有病菌, 然后呢, 根据,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 因为整个地球的北极, 南极, 要改变, 南极变北极, 北极变南极, 这些都在改变, 而且气候变得很, 很,很,很,很猛烈了, 还有那个, Electromagnetic field, 大家对不起, 我录下来声音叽叽叽叽叽, 是什么原因, 我相信, 因为My from Around the World, 也是讲, 巴斯波问他, 他这个人家给他, 把这一粒石头, 从外界下来的, 好像铁这样, 他有没有带有, 那个电池这样, 然后, 那, 呃, 我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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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家给他, 这一粒石头, 我会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